小草再度集结就在赖清德520就职典礼前夕 民众党将在5月19号举办游行活动 地点更直接选在民进党部前的北平东路登门梯馆 现属蔡总统执政8年跳票的政策 要赖总统做出回应 党主席柯文哲将亲自领军走上街头 不过却被民进党政策会执行掌握一传猛酸 如果讲的话都重复的话 在冷气房做好 不用在街头刷存在感 1月12号选前之夜 上万名小草既爆开到盛况空前 如今他们也将再次集结 民众党5月19号将再度举办游行 只不过这时间点就落在520前夕 而且地点更选在民进党部楼下 校正意味相当浓厚 上回没能借下北平东路 民众党这回成功复仇 5月19号将号召小草走上街头 当主席柯文哲亲自带队 列举蔡政府上任8年跳票的政策 民进党不做他们来接手 而本次行动就是由战斗单位 民众党的立员党团所发起 在他任期结束的时候 我相信有必要对于蔡政府过去 对台湾人民跳票的承诺 必须要把这些账给算清楚 要向执政党一算账也要信任的赖总统 明确回应诉求 民众党送给赖清德上任的这份惊喜大礼 却被绿营猛酸 如果重复的话就在冷气房里头讲就好了 不用走来街头在那边刷存在感 去年7月16号这么多的台湾民众 这么多年轻人站出来怒吼 要求居住正义民进党的大官 躲在原山大饭店里面吹冷气 当初穿草鞋起家的民主进步党 早就不见了 贴近民意520前夕 柯文哲号召小草秀在野监督战力 登门梯馆 草小野大野将是赖清德上任后的一大挑战 见环刘春卫星媒是报道